是如何在Workbook工作表窗口输入数据,以及对列属性进行相关的设置。 在工作表窗口的表单中输入数据非常简单,只需将鼠标定位到需要输入的单元格上,直接输入数据即可。 通过电脑键盘上的光标键,可以上下左右移动光标,并输入新的数据。 选中一列或几列,在Column菜单的倒数第四项移动列选项中,你可以把选定的列移动到开头,结尾,右移一列,或者左移一列。 你也可以选中需要移动的列,在右键菜单中找到这个功能。 最后还有一个Open Dialog,选择这一项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上面一栏用来指定需要移动的列,可以手动输入,也可以进行指定,或选择。 下面一栏是四种移动方式。 点击OK,就可以实现你想要的移动方式了。 细心的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在每一列的列名称后面都有一个用括号括起来的字母。 比如这里的X和Y,这些叫做列的绘图属性。 我们知道,不论是绘图还是数据处理,都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哪些数据是字变量,作为X轴来对待。 哪些数据是因变量,作为Y轴来对待。 以及哪些数据是其他类型的变量。 列绘图属性就是用来告诉软件每一列充当什么角色用的。 奥卫诊一共提供了九种列绘图属性,我们来一一了解一下。 首先选择一列,然后点击Column菜单。 这里列出了七种列绘图属性。 你应当根据这一列数据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第一个是设置为X轴。 第二个是设置为Y轴。 当整个表单只有一个X轴时,它将向所有的Y轴提供字变量值。 如果表单里有多个X轴,那么每个X轴将向它右方直到另一个X轴出现为止的Y轴部分提供字变量值。 第三个是设置为Z轴。 同样,这时X轴也将向它右方直到另一个X轴出现为止的Z轴部分提供字变量值。 第四个列绘图属性是标签属性。 标签属性的含义是给它左侧离它最近的Y轴数据添加标签。 我们举例来说明一下这个属性的作用。 如果我只选择这里的X和Y列来绘制图形,得到的将是一条折线。 如果同时选中标签列,那么折线上将会标记出标签列的内容。 这非常便于你在绘制的图形上直接标注出数据值。 只需要把标签列的内容改为和外值相同就可以了。 注意,标签列只能向它左侧的Y轴数据提供标签。 第五个是Disregard无关属性。 设置成这个属性后,即使选择了这一列,在绘图时软件也会自动忽略掉, 并且一些数据分析功能也会忽略这一列的存在。 第六个是Y误差线属性,用来给出它左侧离它最近的Y轴数据的误差线。 这个属性同样也只能向它左侧的Y轴数据指定误差线。 第七个是X误差线属性,用来给出X轴数据的误差线。 这个属性优先向它左侧的X轴数据指定误差线。 当左侧没有X列时,再向右侧进行指定。 这七个列绘图属性同样也可以先选中某一列,然后在右键菜单中的SETS里面找到。 另外还有两个列绘图属性,需要在Columns工具栏中才能找到。 点击VVS菜单,打开Toolbus工具栏选项,或者使用快捷键Ctrl加T。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定位到Toolbus页面。 勾选这里的Columns工具栏,关闭对话框。 从工具栏中可以看到还有两个新的列绘图属性。 标有字母G的是编组属性,用来表示当前列为编组列或者换算因子列。 标有字母S的是主题属性。 这是一种专门针对具有重复测量数据的表单,进行附加约束的列绘图属性。 这两个属性平时我们很少用到。 在Origin中指定列绘图属性,除了这种方法以外,还有一种循环指定方法。 当同时选中多个列时,在其中一列上点击鼠标右键,可以看到这里还多出八种循环式的列绘图属性。 这八种属性中,有的写成一组,比如这里的XYY,表示按顺序指定你选择的各列属性为X和Y,重复Y。 选择这种循环方式,可以看到前两列分别指定为X和Y,后面各列则重复Y。 再比如,这里的XYZZ,表示前三列指定为X、Y和Z,后面各列则重复Z。 还有一些是写成两组相同的,比如这里的XYXY,表示按顺序循环指定你选择的各列属性为X和Y。 其他各项的意义是类似的。 以上这些就是关于列绘图属性的设置。 在Origin当中,每一列除了列绘图属性之外,还有各自的列数据属性。 这就是在每列的开头黄色单元格中的内容。 在这个表单里,你可以对每一列指定长名称、单位和注释。 输入方法和输入数据一样,鼠标点击单元格,直接输入即可。 相对于长名称,自然还有短名称,那就是每一列的列名称。 默认是用A、B、C等大写字母标记的。 更改这个名称的方法,是双击列名称,打开Column Properties对话框,在这里输入新的名称。 或者在选择的列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Properties选项,同样可以打开这个对话框。 第三种方法是选择某一列,然后点击Format格式菜单下的Column,也可以打开Column Properties对话框。 Origin的列数据属性值,除了可以是数字和字符以外,还允许你使用箭头。 图形 图片文件 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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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变量 作为列数据属性值 图形 图形 同样,表单的数据部分也可以使用这些内容。 只不过,这时的表单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试验数据而已,你可以把这些元素理解为广义的试验数据。 当然,如果你想使用数据表格中的某一行作为列数据属性,也可以在选中这一行之后点击鼠标右键。 只不过是设bullying 另一行,把这些元素导积的页数据。 这是一个新的列数据属性 Origin一共提供了6种 共15个列数据属性 我们可以在Format格式菜单中选择Worksheet 打开工作表性质对话框 在VIL页面中点击编辑列标签行按钮来查看 这15个列数据属性依次使长名称 注释 单位 10个可选参数 采样间隔 以及缩略图 勾选需要的选项之后 点击OK 并关闭工作表性质对话框 可以看到我们勾选过的属性全部显示出来了 这里的采样间隔和缩略图 不能直接输入数据作为属性质 对于采样间隔来说 只有当列绘图属性为外轴时 才可以使用 方法是点击Column菜单 选拨 选择 选择 选项 选项 这里你可以选择要设置的列 注意只能是外列 下面是X的出值 和增量 再下来的单位与成名称和这里的内容是一样的 输入好数值以后 还可以把这个设置保存成主题 方便以后调用 点击OK 这个属性值就自动显示出来了 这时如果进行绘图 这一列将以设置好的X采样值作为X轴 而不使用与它关联的X列 对于缩略图来说 可以选择Column菜单的最后一项 Add Sparklines进行添加 打开这个对话框 你可以选择需要从哪一列到哪一列显示缩略图 默认是使用Auto 也就是所有列 你可以根据需要自己更改 下面的Graph Template是使用的绘图模板 Row Height是航高度 以及是否保持长宽比 是否隐藏注释 是否显示首尾数据点 是否逆着X方向绘制外缩略图等等 我们点击OK 缩略图就显示出来了 有时候我们输入好相应的列数据数